无穷无尽的湿山血海 堆砌在这个不知道的 全新的空间内 当所有人为之迷茫震惊的时候 许阳掌心一挥 扫清了眼前无尽骸骨 终于在那前方看到了一座 巨大而古老的石碑 上面用血样的颜色 醒目地镌刻着三个字 通天鹿 我的神啊 老大 想不到通天鹿的入口 居然会是这样一番景象 这是要有多少古往今来强大的修士 落在着这个地方啊 龙坤等人完全傻眼了 包括他们身边的四大妖圣 萧香九儿等人 全都一脸难以置信地 盯着眼前的一幕 这个地方看起来 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巨大坟墓 似乎在这通天鹿的入口 每向前踏出一步 都能够感受到周围有无数的怨灵 围绕着自己 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 小花面色凝重地 来到了许阳的身边 阿阳 看来这个地方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可怕得多 我们几个倒是没什么 可要想带领几十万大军渡过这里 就目前的状况应该很难做到了 许阳也是轻轻点头 你说的没错 动用鬼谷阵法需要汲取一定强度的空间灵气精华 作为能量基础 可是在这个地方 除了无穷无尽的怨念和亡魂的气息堆积 我根本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天地灵气 想要在这个地方动用高强度的功法几乎没有可能 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那便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着通天鹿周围的环境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渡过去 那就彻彻底底的毁灭这里 改变这里 许阳说的何等霸气 要知道 这地方可是有数十万上古强大修士的石材堆砌而成 这是要有多么恐怖的实力 才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颠覆这个地方孕育了数十万年的远邻气息 即便徐阳拥有通天彻底的实力和威能 可是若说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做到这一点 团队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持怀疑态度 我靠老大 你真的打算为我们大家冒这个钱吗 如果你那样做的话 恐怕意味着你自己将要遭到无穷无尽怨念灵魂的攻击 那是要多么恐怖的精神力强度 才能够扛得住的这种压力啊 不然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出手吧 还是和之前对抗十二神之使者那样 我们来给你打头阵 你来找机会 突破隐藏在这个地方的强大远魂 龙坤这个提议 很快便得到了身边众人的一致认可 可是这一次徐阳却是果断摇了摇头 否结了龙坤这个提议 这里可远远不比第二神殿世界那几个lowie 这个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饰炼狱场 你们这样的修为 反倒会遭到那些沉睡的亡灵的气息捕捉 一旦被这里无穷无尽的亡灵盯上 除非你们灵魂破碎 否则的话 永远也不可能从那份痛苦之中挣脱了 不得不承认 徐阳的担忧还是有道理的 毕竟他们这些人论修为底蕴 哪里能够和徐阳相比 要是贸然出手的话 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 绝对是难以想象的悲惨结局 徐阳当即给四大妖圣下达了命令 让他们尽可能的保全妖兽大军的 所有生力量 相比于足够强大的修士作为阻碍 徐阳反倒更加忌惮 这种来自环境的阻力 因为再强大的对手 徐阳只要全力以赴 也没有无法征服的可能 可是遇到这种恶劣的环境 动辄便是大范围的杀伤 任谁也扛不起的消耗 徐阳答应了妖兽一族 要改变整个昆仑神道的秩序 绝不能出师未接身先死 徐阳在龙坤等人的一掷注目下 一步踏空而起 让自己的本体很快融入着通天之路 他一个人站在通天路 三个血色大字的石碑顶端 如同一个傲视万古千秋 亘古不灭的神 那样的气度 那样的光芒 当真是碾压了一个时代 几乎肉眼可见的各种亡魂气息 开始疯狂地朝着徐阳身边急速蔓延 可也正因这股力量 将徐阳衬突得无比伟岸 只有站在这个地方 徐阳才能够最为清晰地捕捉到 整个通天路这部分入口区域 真正的危险所在 在他看来 这些沉睡在周围的枯骨亡魂们 暗中都会有一道足够强大的秩序 作为指引 只要能够透过这些枯骨亡魂背后 找到那一股真正的统治级的力量 并且将之摧毁 遮挡在大军面前的阻碍 也就会随之消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